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来看看近期有些什么新坑吧 夏日清凉死户水 错过预定 要后悔 上期呢 刚刚介绍完P1S的《杀戮都市》系列 这周啊 很快就把出前网大的第一具象给上次完成 不过 金举的产品信息依然是不明确 二号机一直延期没出货 这个新品倒是一个劲的开啊 另外真要16个出完放家里 瞬间就变成了往昔之地了 哎 提提提 你家有那么大地方吗 只有X版呢 才会辅属主角旺达和阿德罗 嗯 露出真是面目了吗 Max Factory近期公布了一个射内比赛的多罗罗 当然这种活动呢 也是为了自我磨练剂啊 给玩家们带来更强大的作品 乔上最近动画多罗罗的上映突然泛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在初中那会呢 玩过PS2版的多罗罗 好吧 其实我到他长大之后啊 才知道多罗罗原来是个女孩子 现在看来这个手罐 还是觉得非常可爱的 大鱼呢 虽然只给出了一个规模 不过飘逸的造型 最终还是把角色穿在了三个支架上 考虑到莲莲丝比较独特的下半身造型 把动作横过来的做法呢 还是比较的讨巧 你看那个GS的枪袋 就很顶撞啊 当然呢 这款的蜜丝主打的还有群体风光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个啥呀 全都被你挡住了 刚刚把鬼祭5 雪宫模式全部打通 收屋呢 非常配合的在这个时候 公布了之前的淡丁和尼路两款手办 相信V应该也安排上了 而游戏里包含的幻色版本呢 不知道收屋会不会接着推出 毕竟这次华家尼路的造型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不过作为1比8尺寸的手办呢 售价都超过了4位数 我要不再等等牵制链的可动 那岂不是更买不起了 那看起来就比8个50良心的 奇异博士小年头呢 终于是公布了 旁边倒是有不少小伙伴觉得 这个可以入手 好像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受 奇异博士这个烙大饼的感觉了 当然了 最强眼的还是牵手壮大的配件 虽然造型猎奇 但是非常的良心嘛 HT再说你呢 好了好了 预计9月发售还是蛮快的 早就料到万代会出一波RG电动沙大笔啊 果然在8月就会和玩家们见面 售价1万日元 非常膨胀 毕竟普通版只要200出头 400多都用在了特殊图存上 不仅让想优化沙大笔的玩家心里泛起了嘀咕 那么各位教老们对于这款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 VOS接盘 最近凭借说六话在数百玩家群中啊刷足了存在感 猪大肉感的人设一定程度上呢还是比较废料的 最近两年比较流行这种肉肉的身材 这个时候就要问了 有谁能分辨女生所理解的微胖和男生所理解的微胖有着哪些区别吗 当然啦 新调线呢也会作为新品推出 六花选择六月发射 奇异博士那个要快 近随这次是真的要做天魔少女小鹰了 不过虽说是透明卡牌 但是乍一眼看还是蛮像手机壳的 作假 近代新推出的小鹰手办呢大多以怀你的底座为主 翅膀看起来还蛮像冰块的 就是其他的地方怎么感觉像打湿的残琴纸呢 但我还是想要 如果你一想入手的话 则需要等到2020年8月才行了 如果说前面的木质本音 让在座的各位觉得要等很久 那么GEC呢同时为玩家的月球人 贡上了阿尔托尼亚英零正装版 GD早多久呢 一个月 是的没错 这款手办是2020年7月发售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群众啊 透露出了一丝蠢色 总的来说作为行乐元老级的存在 身上散发的 更多还是装重和纯爱 我心里的鬼呢 不知道看视频的各位 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关于他的动画 放在90年代那个日本动画脑洞开花的年代 柔王丸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其实放到今时今日也还不错啊 就是这个造型还是比较博当的 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暴露一下年龄啊 这个动画是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看的 天降与时空 MG高达F90问世 要说背景包多的高达 他肯定不是最多的一个 但就是目前这个节奏来看 F90呢 一定是具有牌面的那个 主打模块玩玩法产品属性 一方面呢 是20多种装备 让强迫着玩家觉得受到了惊吓 另一方面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叫的高达买20多套 肯定不给你成样的 好担心以后啊 万代开展贷款的业务 Mix Victory 重命装型JK 继续公布新品 这次有一种总算到你了的感觉 顾米露呢 虽然是早些就公布的角色 不过到了4月才舍得堵出来 估计这次的WF展呢 可以看到实物 不过呢 相比起原话 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呢 这还用说 当然是双手能触碰到的小姐姐 才是最好的 对于你来说 不中奖才是最好的吧 一看关注被读到 怕话不说就买爆 心里预定 即时更进 本期介绍的GEC 引力症状而托尼亚 GEC摩卡少女鹰 以及上期介绍的 Plam 山城凯 生物变航线版人马 UC的原创JK TOKRA 超瓷原海王星 BATTLE 摇曳露营 浮屯 都在持续一定中 预模到极度奥特曼 斯艾文合金成品版呢 第二批已经开放预定 预计在6月发售 最后的朋友可以来补票啦 另外 JEC的POP UP iJUM 年组人寒吉 道一的LOVE LIVE 金岛扇子 OLEMPLEX 夏末友人杖 苗米老师 存千冠 QSQ 黄板老师 核拳杀物 以及一些不可名状之物呢 也已经开放预定啦 更多的新品 欢迎金丁楼栏 最后别忘记本期的 武士元 电幕代表券活动哟 好啦 来看看最近宇宙 又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最近往上流传 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处遗址 当地原住民表示 该遗址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好像最近高档呢 和一些有年代感的东西走得很近 就比如 日本书法家原创的高达和扎姆两个字 感觉万代完全可以买回来做文化衫 顺便呢 还能推广书法文化 最后来感受一下 日本小哥创造的沙雕动物系列了 OK 我们来看看上期开心坑大家的留言 网友 我就来看看喵留言 投问字迪啊 不然我买丰田八六图的是啥 关于这一点呢 飘鱼是不大好实现 但是送豆腐呢 一定好实现 网友 暗黑鲁迅大文豪留言 猫和老鼠啊 小时候看得哈哈大笑 每一集的内容呢都能背出来了 那个时候还求着父母买了很多的光碟 发现有好多人啊都说猫和老鼠 现在回想起来 空间如果没有他们 确实会失色很多 越长大 越喜欢Tom 网友明峰留言 寒蝉吧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知道 以前看这个动画呢 还有点顺的话 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类似的理财 感觉还是有点可惜的 最近确实一直都在怀旧 无论是时不时拿出以前喜欢的作品来回味 还是偶尔看到小时候喜欢的作品 如今已经模型化 不过说那个时候想买什么东西啊 只能是啊表现好 或者是多扣起个100分才能换来 长大之后用自己赚了的钱 普通率债的感觉 一定很不一样了 那么本期的物童话题 有没有雷管模型是儿时妄成莫及 长大之后终于如样异常的呢 万一在视频下方留言区讨论 最后别忘记 本期的50元优惠居然活动哟 好了 简单足保随传随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